欢迎收看世外100种植物养护大全的系列教程 我是主持人一木 那今天我们开启第91堂课 在第91堂课当中 我们要学习的是一种非常有特点的开花植物 那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一盘 鸟螺松 它是一种花朵开出来呈现五角星形状的植物 在家庭盆栽里面非常适合一个阳台的盆栽 是一种爬藤类的开花植物 很有特点啊 缺少爬藤类的开花植物的花友都可以考虑养一盆 那很多花友在家里养的时候呢 因为不了解它的习性啊 一下子就养死了 再就是呢 开花的效果也不好 那这堂课程呢 一目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鸟螺松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啊 养好鸟螺松 那接下来我们看吧 好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眼前啊 就是一盆鸟螺松的盆栽 这种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爬藤的 可以爬上墙 而且开花也很漂亮 一目首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光照要求 一般来说 绝大部分的爬藤类的开花植物 几乎都是洗洋的 那鸟螺松呢 同样如此 所以在光照方面 我们要认识到 这是一种典型的洗洋植物 不能在室内爬藤 否则的话呢 开花不良 因此呢 你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家里的阳台 家里的庭院或者露台 选择一面墙 搭上架子 让它爬藤 开出的花朵啊 红色的 非常的鲜艳 而且呢 呈现五角星的形状 非常的好看 所以光照啊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让它在户外养护 好的 下面说一下鸟螺松的浇水问题 这个植物在家庭盆栽里面 我觉得养护最重要的技巧和难点 就在于它的浇水 我们平常给它浇水啊 一定要充足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鸟螺松生长和开花阶段 它的薛水量极大 因为呢 它的花朵是一查一查开 这个开完之后 另一查接上来 然后呢 花朵开完之后 还会接种子 这都需要大量的水分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 给它浇水的技巧 记住 一定是什么 宁多物少 你情愿多浇一点 就不能少浇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户外养护 通风又好 阳光又足 水分蒸腾的很快 不能够呢 缺水 一旦缺水啊 你这个花朵啊 种子基本上你就完蛋了啊 就保不住了 很多种子可能都接不出来 花朵呢 也会大面积的凋谢和开不出来 所以给它浇水 宁多物少 我们平常呢 用见干见湿的浇水方法 看到盆土微微的干燥 立马给它补水就可以了 好的 下面说一下 我们栽种鸟螺松的土壤和换盆问题 那鸟螺松的土壤用什么土呢 其实啊 其实啊 普通的田园土就可以栽种 但是呢 由于它是一种纯粹的草稳之物 因此呢 一目建议啊 你用田园土种的时候呢 拌一点核沙 可以呢 八成的土 两成的核沙 甚至九成的田园土 一成的核沙都可以 让它的土壤啊 增加一点 疏松透气性 因为它的根系不够强壮 加一点核沙之后 土更加的松 它会更加的喜欢 田园土即可 那换盆是不用换盆的啊 因为呢 像鸟螺松本身就是一年生的植物啊 养完一年啊 第二年重新播种就可以了 不需要换盆 好的 下面介绍一下鸟螺松的透气性问题 那这个植物需要透气吗 一般樱幕教过大家啊 叶片密度比较大的植物呢 一般都需要一定的透气性 你可以观察一下 它的叶片密度还是挺大的 你手都插不进去啊 都是叶片 但是呢 也有例外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叶片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真叶 像这种真叶性的植物啊 不容易染病虫害 所以说呢 它对透气性要求不高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很多花有家里啊 是封闭式的阳台 虽然在南面 光照很足 但是封闭式的 很多开花植物养不了 比如说月季花 养的就容易得病 但是 像鸟螺松这种植物 可以养在封闭式的南向阳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你家里如果说是封闭阳台 南面有光照 需要一种爬藤开花植物 那鸟螺松可以作为你的很好的选择 好的 最后应该来谈一下鸟螺松的施肥问题 对于鸟螺松的施肥啊 鹰幕告诉大家 建议大家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施肥方式呢 就用一个底肥的施肥方式就可以了 我拿一点肥料给大家看一下啊 为什么用底肥就可以呢 它毕竟是一年生的植物 你春天的时候播种 这一步很重要 土壤里面啊 你播种用土的时候给它上好底肥就可以了 底肥呢可以用一些啊 缓慢的有机肥啊 放一些像鹰幕拿过来的这个肥啊 是什么啊 羊粪肥看到没有 羊粪啊 羊粪啊 牛粪啊 鸡粪啊 或者说是饼肥 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 等等这样的有机肥 铺在它的泥土的最底层 给它铺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全年你都不需要给它施肥 都没有关系 土壤里面啊 自带的这个底肥 可以满足它整个一年的生长和开花 这是一种懒人施肥方法最好用 我觉得像鸟螺松这种植物 就用这种底肥一年一次的施肥方法就足够了 好了 因为我们最后来说一下鸟螺松的冬季问题 以及呢 它的残殖问题 那鸟螺松啊 其实不存在过不过冬的问题啊 因为它是一个一年生的植物 你春天播种 夏季啊 开花 开完花到了秋季 还会有些残花 再到了深秋 过冬到冬天的时候 它就全部凋谢死亡了 它是一种一年生的植物 就只有一年的寿命 但是呢 我们虽然不用过冬 但是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它怎么繁殖呢 难道养一年就全部挂掉了吗 不是 我们在家里养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冬季虽然凋亡 但是凋亡之后 它会留下它的小宝宝 也就是呢 它的这些种子 看到没有 开完花之后 它是有很多种子记在上面的 你等这些种子彻底的发育 完全变黄啊 干掉 就可以把它采摘下来 然后呢 收藏起来 冬季的时候收藏起来 到了明年春天 又可以重新的给它播种 重新收获一盆 一盆自己的鸟罗嗦 每年都可以反复这样操作 这个就是关于它的冬季的问题 以及呢 它的繁殖技巧 好了 那这期关于鸟罗嗦的课程呢 到这里啊 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 欢迎大家购买课程 可以查看更多的植物养护技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下期节目 欢迎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